很多偏乡长辈因为身体的状况 或是交通不便很难自行就医 这就是慈激行动议诊常年存在的原因 台北慈激医院副院长郑敬峰也跟着人医会团队 到了新北市瑞芳山城做议诊 把关怀轻松到甲 真的好棒哦 真的 给他拍赏 谢谢 真的 赞叹复健的成果 对于车祸受伤的人来说是坚持的动力 北区慈激人医会到瑞芳议诊的关怀名单中 包括慈激职工也有职工的妈妈 母亲节即将到来献唱祝福 台北慈激医院郑敬峰副院长拜访97岁长者 意外地一同回味日本童谣 那我们是去看他们 其实我就说不是看病苦 是把那个福气因为我们都平安 能够带到家里来跟他们来分享 其实反而是我们学习很多 王诊的对象因为伤或病足不出户 医护人员走进他们的家中为他看诊 也希望借此陪他打开心门 让阳光洒进来 太阳要进来他就会更好 他如果有机会其实是差一点点 再给他一点鼓励 那我是觉得这块可能我们可以 实际可以做得到 大约新闻真善美职工叶宜欣 庄丰村陈家和陈慧娟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